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陈的书桌 我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年 突然被告知是有钱人家的女儿 当年医院弄错 导致我跟另一个女孩子人生互换 直到最近才发现 原来我才是那个真正的千金大小姐 亲爸来村里接我的时候 开着的豪车陷进了泥里 他一脸不耐烦 最后还是奶奶喊了几个邻居过来 才把车子抬了上来 我的养父母两年前因为意外去世了 留下的补偿金被大伯叔叔瓜分了个干净 奶奶争不过他们 无奈之下拿出谨剩的积蓄供我上大学 得知我不是他的亲孙女时 他老泪纵横 不停地说 也好 也好 省得留在这里吃苦 快给你爸爸回去吧 奶奶 等我在那边安定下来 就回来接你 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奶奶 她是除了养父母之外 对我最好的人 孩子 还回来干什么 以后都不要回来了 快走吧 我知道她在顾虑什么 我那些个叔叔大伯一旦知道了 肯定会找理由趁机捞一笔钱 在亲爸的催促下 我只拿了一个小背包 就跟着他上车了 看着沿途的风景 心里忍不住期待跟亲生母亲的第一次见面 对了 听说我还有一个很优秀的哥哥 那应该不会有人再欺负我了吧 车子开进一栋偌大的别墅里 我跟着爸爸下了车 可我没想到 接下来发生的事 直接掐灭了我所有的幻想 我还没进家门 就听见一声凄厉的惨叫声传来 接着是众物落地的声音 那个本该生活在农村 却代替我享受了二十年荣华富贵的假千金 从楼上跳了下来 就这样摔在我面前 他那张白嫩的脸被摔得稀烂 身体扭曲得厉害 血很快在地上蔓延开来 醒目又刺眼 我胃里一阵恶心 颤抖着身子不停地后退 怎么会这样 我那亲生母亲哭着跑了下来 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抱着张绝哭得撕心裂肺 对 他叫张绝 我也是才知道 哥哥张琛很快就赶回了家中 他眼睛通红 显然是在得到消息后 就哭了 唯一还算镇定的亲爸 打了电话让医生过来 张绝是在得知爸爸去了接我 才从楼顶上跳下来的 当时妈妈亲眼看着他跳下 却没来得及阻拦 我无措地站在一边 怎么也想不通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路上爸爸就问我 愿不愿意跟张绝做姐妹 我才知道 对于养了二十年的张绝 他们也打算留在身边 是啊 这么有钱的家庭 多一个孩子自然是好的 我肯定不会拒绝 就像我对养父母对奶奶 都是有感情的 可她为什么得知我要回来 会选择结束生命 是怕我抢了原本就属于我的东西 还是面对不了自己是农民工的孩子 可我不也是这样过来的吗 张绝突然恶狠狠地看着我 都是你 你就是个扫把星 你为什么要回来 我那金贵优雅的亲哥在骂我的同时 还狠狠地推了我一把 看向我的眼神 仿佛我是哪里来的瘟神 恨不得我立刻消失 我被他推倒在地 手掌上传来钻心地疼 爸爸看了我一眼 喊来了保姆带我回房间 这是一栋五层的别墅 里面大道不可思议 我的房间装修得十分豪华漂亮 所有的东西都是崭新的 一尘不染 像是给公主住的一样 可我不就是那公主吗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欢迎公主回家 脸上一片冰冷 我抬手抹了一下 手上的伤口沾上泪水 好疼 张绝被医生宣布当场死亡 家里一下子被乌云笼罩住 这几天我都没见到 我那所谓的爸爸妈妈和哥哥 大概都在料理张绝的后事吧 保姆倒是很尽责 一日三餐很准时 就是看我的眼神越来越轻蔑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是我妈因为伤心过度 住院了 而我好像成了整件事的罪魁祸首 如果不是我出现 张绝不会跳楼 我妈更不会住院 我让司机在我去医院看妈妈 司机说要通知爸爸或者哥哥 我只能打电话给了爸爸 不成想 到了医院 我妈居然不愿意见我 护工把我拦在门外 说什么都不让我进去 这时张绝从外面进来了 我小声地喊了句哥哥 他冷漠地扫了我一眼 说道 我只有一个妹妹 而且还被你害死了 不是我 我什么都没做 是他自己跳下来的 我辩解道 张绝突然凶狠地揪住我的衣领 要不是知道你要回来 他怎么会跳楼 更不会死 我讨厌你 离我们远一点 他满眼的嫌弃之色 那只碰过我的手 用手帕擦了又擦 明明我才是他的亲妹妹啊 晚上 爸爸回来了 他给了我一张新的身份证 我的名字从灵秋变成了张灵秋 过两天 带你去学校报道 爸爸 你也挂我吗 我垂着眼问他 他没有回答 转身出去了 我去学校了 新学校 听说 以前张绝就是在这所学校里上学 上学第一天 我就被一个叫姜梦的女孩子找上了 他带着一帮同学把我堵在厕所里 你就是害死张绝的凶手 他抱着手臂 盛气凌人地看着我 其他人一听 都在窃窃私语 看着我的眼神越发不怀好意 我不是 我还没说完 就被人泼了一大桶冷水 水从头顶浇下 把我全身上下都浇湿了 哈哈 看见我狼狈的样子 所有人都在大笑 我瞪着他们 冷得瑟瑟发抖 姜梦可能觉得不解气 直接抓住我的头发 你这样算什么 张绝可是连命都没有了 说完直接抬起脚狠狠地踢在我身上 我根本反抗不了 他们七八个人 反抗的话会被打得更惨 这是我被欺负了很多次总结出来的经验 以前我也试图反抗过 告诉老师 甚至偷偷报复过他们 可他们知道后 结果是我被欺负得更惨 所以 在知道我还有父母 甚至还有一个亲哥哥时 我内心不止一次幻想过 别人欺负我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奋不顾身地站出来保护我 结果是我太傻太天真了 从被报错的那一刻开始 我的人生就不会有奇迹 注定是暗淡无光的 哪怕给了我一瞬间的希望 也很快就被打碎了 更多的人加入姜梦 那些第一次见面的人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敌意 我抱着头 任由着他们 这些痛挨得多了 我就强迫自己去习惯 去忍受 住手 门外突然传来一道呵斥声 所有人都停了下来 姜梦得意一笑 薛灿 你来得正好 这就是张家回来的土包子 也是害死张觉的人 你是张觉的男朋友 要不也来出口气 我听到姜梦的话 身子不停地颤抖 世界上大概就没有比我更倒霉的人了 可意外的是 他没有跟着他们一起欺负我 而是对着姜梦冷冷地开口 滚 下次别让我在学校看到你欺负人了 我以为姜梦最起码也要骂他两句 但最后我都没听到 你还好吧 所有人都走了 他忽然问我 刚才一直抱着头 现在听见他问我 才知道他还没走 入眼的是一张极其干净的脸 浓眉长睫毛 鼻梁高挺 薄唇紧拧着 十分地好看 起来吧 他朝我伸出手 低头忽然一酸 泪水就模糊了双眼 明明之前那么痛我都没哭 现在却忍不住 我不敢把手给他 自己撑着身体起来 你不替张绝报仇吗 我刚刚没听错的话 他是张绝的男朋友 什么 他好像没懂我的意思 所有人都说是我害死了张绝 他不是自己跳楼死的吗 他的手突然放在我肩膀上 两人身高有些差距 我得仰着头才能看到他的脸 他接着说道 你叫张灵秋是吧 不用怕他们 更不用怕事情闹大 下次别被欺负了 我愣住了 不是因为他的话 虽然他说的话我也很震撼 但他现在居然抬手帮我擦眼泪 想哭就哭 别忍着 只一句 泪水就像决堤的洪水 怎么都止不住 最后哭得累了 我才想起自己是不是太失态了 对不起 好瘦点了吗 我正正地看着他 你叫薛灿 灿烂的灿 下午回家的时候 我一直拿着薛灿给我的药膏 他说早晚涂一次 好得很快 其实我感觉身上已经不疼了 连日来的沉闷也消散了不少 晚饭依旧是我一个人吃 第二天 在校门口看到了薛灿 我对着他笑了笑 算是打招呼了 后来我了解到 薛灿跟我一样 都在上大二 他家好像也特别有钱 学校里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 但他承认过的女朋友只有张绝 那他为什么要救我呢 晚上回家 爸爸让我换件衣服 说要带我出去吃饭 说实话 我是开心的 我相信血缘关系 慢慢地他们总会接受我的 路上 我想找些话题来聊 妈妈身体好些了吗 老毛病了 过两天就回来 在家养着了 那就好 车子在一家高档餐厅门口停了下来 进去后 我才知道一起吃饭的人里居然有薛灿 爸爸对着我说 灵秋 这是你薛叔叔送阿姨 这是他们的儿子薛灿 我乖巧地跟他们打完招呼 就端坐着 我虽然是从农村来的 但礼仪教养还是学得很好 这也得多亏养父养母的教导 回来了就好 孩子 那么多年苦了你 送阿姨看着我 眉目间全是慈爱 阿姨 我不苦 我吸了吸鼻子 笑着说道 听说你现在跟灿灿在一个学校 这样他就可以多照顾你一下 妈 我会的 薛灿立马回道 谢谢阿姨 心里头微微一暖 好孩子 真乖 宋阿姨眼中忽然带着几分怜悯 只可惜 绝丫头糊涂了 不过 你也别往心里去 生死由命 这是不能怪你 嗯 阿姨 我知道 我偷偷摸了一把眼泪 我跟你妈妈在怀孕的时候 就帮你跟灿灿订了娃娃亲 你们要是能看对眼的话 毕业后就结婚吧 啊 还有这事 我下意识地看向薛灿 他对着我挑了挑眉 他肯定是知道的 那他之前是把张觉当成结婚对象了 我顿时觉得心里堵得慌 这时薛叔叔开口了 年轻人的事不要过多干涉 让他们自己决定就好了 我爸干笑两声 薛总言之有理 灿灿能看上林秋是他的福气 看不上也没关系的 只是我上次跟您提的合作的事 薛总考虑得怎么样了 薛叔叔拿起杯子 转移话题 来 喝酒 现在不谈工作的事 我爸连忙复合 一顿饭下来吃得各怀心事 回家的路上 我爸破天荒地找我聊天 新学校还习惯吗 还好 在学校跟薛灿打过照面没 有 我老实回答 爸爸像是满意地点点头 你跟薛灿的事一定要成 知道不 我困惑地摇了摇头 问 为什么 爸爸突然语重心长地说 你还小 不懂生意场上的弯弯绕绕 我们现在需要得到薛家的支持 只要薛灿喜欢你 这事就简单得多了 薛灿喜欢我 我也想 但这可能吗 他之前不是张觉的男朋友吗 我想了想 还是没忍住 爸爸莫名其妙地来了一句 你妹妹她不听话 妹妹 她不听话 我好像一下子就明白了什么 哥哥把妈妈接了回来 她脸色苍白 看起来还很虚弱 妈妈 我站在一旁 叫了她一句 她好像才看到我 听见声音后身子颤了颤 终究是没有因我 有保姆在楼上搬东西下来 我知道 那是张觉的东西 之前哥哥一直拦着不肯让他们丢 最后还是爸爸发了一痛脾气 他才陌生 我正想上楼 一个类似药瓶的东西滚落在我脚边 保姆见状 立马放下手上的东西要来捡 我先她一步 捡起来一看 这确实是药品 而且这种药我最熟悉不过了 这是治疗心脏病的 养父生前一直都在吃这种药 这是他们家族的遗传性疾病 有重有轻 身体好的发病年龄迟一点 身体不好的 就像我那个大伯的女儿 十岁不到就死了 养父算是幸运的 三十多岁才开始感觉心脏不好 后来一直吃着药 我看着手上的小瓶子 这么说来 张觉也难逃这种遗传了 他是几岁开始发病的 别碰他的东西 我正想得出神 就被人大力一推 身子不受控制地往后撞去 后背狠狠地砸在桌脚上 疼得我一下子没站稳 跌坐在地上 张琛双眼星红 像疯子般地冲了进来 抢过保姆手上的东西 滚 都滚出去 我说了他的东西 你们别碰 这样近乎癫狂的张琛 我还是第一次见 我吓得忘了疼痛 忘了要赶紧走 突然 他凶狠地看向我 我拿着药瓶的手一紧 只见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尤其是你 下一秒 他就掐上了我的脖子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你还我妹妹 明明他还可以再活几年的 可你的出现 直接让他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你把他还给我 他说着 手上用力推着我的头去撞桌子 我呆呆地看着面前的疯子 一时间忘记了挣扎 内心不断消化着他透露出来的信息 张琛本就没几年活了 用几年生命来赌我一辈子 怎么算都不亏 这个素未蒙面的女孩子 究竟是有多恨我 才会孤注一掷 死在我面前 助手 一声报喝 张琛慢慢松开了掐着我脖子的手 眼中一片阴质 爸爸脸色铁青地出现在门口 你要掐死他吗 张琛轻蔑地扫了我一眼 优雅地站起身 我怕脏了自己的手 回公司去 最后 爸爸神色复杂地看了我一眼 他们走了 世界归于安静 没有一个人问问我伤得怎么样 保姆也是看人下菜碟的 这么多天 我在家里的地位 他们一清二楚 没欺负我就算不错了 我忍着痛回了房间 拿出薛灿送我的药膏 但是伤在后背 我咬着牙才能勉强够到 涂好药 我开始梳理刚刚得到的消息 张琛对张绝 根本不像哥哥对妹妹的样子 反而像 我不敢往下想 或许能在学校找到答案 第二天 我像往常一样去到学校 快进校门的时候 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早啊 是薛灿 早 他追上我 两人并排走着 他盯着我看了几眼 怎么了 没睡好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脸 问他 脸色很差吗 有点 是不是学习压力大 我摇了摇头 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从薛灿身上入手 毕竟我能感觉到 在这个学校里 只有他对我没有恶意 再说他之前不是张绝的男朋友吗 应该总会知道些什么吧 中午有时间吗 请你吃饭 薛灿没有犹豫 爽快地答应了 我找了一家相对安静的餐馆 选了个靠窗的位置 阳光透过玻璃 打在薛灿的身上 仿佛给他全身上下度了一层金光 熠熠生辉 那原本棱角分明的脸 也显得柔和了许多 此刻他正用茶水烫着碗筷 完全没有富家公子的架子 好了 他推了一副碗筷在我面前 谢谢 其实我一直在想该如何开口 向他打听张绝的事 没想到他却自己先聊了起来 张绝可没你有礼貌 我假装好奇 顺着他的话问 是吗 你能跟我说说 张绝是什么样的吗 他一定比我优秀吧 不然为什么爸爸妈妈都那么喜欢他 眼里根本看不到我 虚灿脸上的笑有些耐人寻味 他呀 确实是比你像千金大小姐 只不过是被宠坏的千金大小姐 你是不是也很喜欢他 我小声问他 谁跟你说的 之前你不是他的男朋友吗 谁说的 他好像被我问得烦了 手胡乱抓了一把头发 学校都这样传的 张灵秋 谣言止于智者 你骂我 有吗 气氛一下子就活跃了起来 期间他又说起学校的事 那个姜孟没欺负你了吧 没有 他为什么那么怕你 他家的公司可全靠我家的订单养活 原来是这样 我忽然想起上次爸爸也说过 想得到薛家的支持 你家的公司是不是特别大 薛灿挑了挑眉 也还好 你跟我哥哥熟吗 张琛 熟吧 怎么了 我手指抹扎着杯口边缘 他跟张绝的关系是不是很好 你哥跟你的关系不好吗 他反问我 我没想到他会这样问 其实我是不想让他知道我跟家里的关系 太难看了 没有 先吃饭吧 菜要凉了 我转移话题 薛灿无奈地笑了笑 晚上回到家 我见保姆正端着饭菜要上楼 阿姨 把饭菜给我吧 我接过他手中的托盘 来到妈妈房间 这还是我第一次进他的房间 里面很大 快赶上我两个房间大了 他靠在沙发上 脸色依旧不好 他是不是特别自责 自己没有拉住张绝 妈 吃饭了 谁让你进来的 这是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我把饭菜一一摆好 先吃饭吧 哐的一声 我妈把碗筷都扫到地上去了 出去 我低着头 眼眶酸涩地厉害 为什么 你们既然都不想我回家 为什么要来找我 为什么要接我回来 这二十年 没有你们 我照样长大了 既然你们都不想看见我 我走就是 他也在哭 可我知道 他不是为了我哭 他是觉得我说得对 也后悔了吧 我站起身 刚要出门 爸爸把我拦了下来 灵秋 这段时间委屈你了 你妈不是这个意思 她受的打击太大了 你给她点时间好吗 我能说什么 养父养母从小教我的就是懂事 听话 有礼貌 这些观念已经深深地刻在骨子里了 我没吃晚饭就回房间里了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这个家真令人窒息 突然 手在枕头底下触碰到一个异物 我把枕头翻了过来 东西是藏在里面的 把拉链拉开 一张字条出现在眼前 带看清上面的字 我浑身都止不住颤抖 等你看到这纸条的时候 我大概已经死了 我好恨 为什么我不是爸妈的孩子 更可恨的是 遗传了那农民工的心脏病 让我看不到任何希望 可你又凭什么回来 就因为那薄弱的血液关系吗 我们一家人 可是天天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年 不过 你就算回来了 又怎么样 因为你得不到任何东西 而有些秘密 会让你崩溃的 我攥紧了纸条 养父养母都不是坏人 为什么会生出这么恶毒的孩子 秘密 所有人都不想让我知道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妈妈依旧在养病 之后我再没去过她房间了 爸爸隔三差五回来 偶尔问我跟薛灿相处得怎么样了 哥哥再没回来过 我每天正常去学校 日子慢慢回归平静 当我以为姜梦不敢出现在我面前时 她突然找到我 不好意思 我不想去 姜梦让我参加什么什么宴会 我没仔细听 也不打算去 谁知道她又要出什么妖蛾子 张灵秋 不是我要你去的 是你哥哥让我来通知你的 见我一副不相信的样子 她拿出手机给我看了一眼 是张琛给她发的消息 你哥是想让大家认识认识你 就这么简单 你别辜负了她的心意 她说想好好对你 晚上 我回家准备了一番 就让司机送我过去了 宴会是在一栋私人别墅里 我下来后 看着笼罩在黑暗中的别墅 仿佛下一秒就会将我吞噬 强迫自己抬脚往里走 进来后 一眼就看到人群中 我那金贵优雅的哥哥张琛 他对着我笑了笑 只是那笑容里满是阴森可怖 所有的人都在赤裸裸地打量着我 我大概数了一下 也就十来人左右 突然 灯一下子全黑了 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眼前就陷入一片黑暗 我平住呼吸 等着他们动作 然后就听到刷的一声 正前方亮起一个灯 灯光是打在一张偌大照片上 上面是一个笑叶如花的女孩子 看着很眼熟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这是张绝 接着又好几盏灯亮起 清一色 都是张绝的照片 或笑 或哭 各种表情的都有 江梦突然走了出来 对着我说 今天是张绝死后的一百天 你知道吗 然后呢 江梦脸上表情有些扭曲 我们打算在这里祭奠他 他指着我 你是祭品 我笑了 笑得很大声 看来今天这出戏是专门为我准备的 你们想怎么对我 将梦见我笑 一时间有些恼羞成怒 等会我看你笑不笑得出来 语气里满是幸灾乐祸 灯一下子全亮了 以我的好哥哥张绝为首 全都一脸看好戏地盯着我 哥哥是想把我也杀了吗 我平静地问他 张琛没有说话 一副仿佛置身世外的模样 张灵秋 张绝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约定好了 去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可现在都没办法完成了 你该说你该怎么陪我 要不你也下去 这样你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不是 真是好笑 这件事从头到尾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也是受害者 张灵秋 你们去把他衣服扒了 等会我拍照发到网上去 让他以后都没脸见人 江梦一声令下 就有人跑了过来 从来都是这样 那些骄傲的有钱人 大把的人对他们趋之若鹜 分忧待劳 而他们只需坐享成果就好了 我站着没动 到现在还看不明白吗 他们本就是打着报仇的幌子 来满足自己的恶趣味 他们需要找人发泄 不管你有没有错 只要他们认为你错了 你就是错了 就该接受他们欺凌 这群恶俗 内心发烂发臭的顽固子弟 才是该下十八层地狱的人 红酒自头顶而下 那些冰冷的液体浇在身上 四股地寒 江梦拿着手机不停地拍 哥哥听着我的尖叫声 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手指上燃着一根烟 每吸一口 脸上的表情都是极致地享受 当我被拖得只剩最后的遮羞布时 张琛身边的一个兄弟突然开口了 琛哥 你妹妹身材这么好 接下来的游戏能不能让我来 所有人都停下了动作 等着张琛来宣判我 只听他淡淡地说了一句 去房间 我的好哥哥 最后给我的体面就是去房间 哥 看你的喽 江梦对着那人喊道 江青 你可别怜香惜玉啊 众人跟着起哄 说着各种乌言晦语不堪入耳的话 原来他是江梦的哥哥江青 看来也是个长得人母狗样 但内心腐烂的家伙 江青毫不留情地拉着我就走 我现在全身上下到处都是伤痕 这群人脱我衣服时 可没一个人手下留情的 看着房门被关上的那一刻 我知道不能再等了 我趁江青转身时 按动手上戒指的开关 一把小刀弹了出来 闪着寒光 在他转过来的瞬间 直接抵上了他的大动脉 别动 我把小刀直接扎进他的皮肤里 瞬间有血珠渗出 你冷静冷静 别冲动 大概是感觉到疼痛 他立马举起双手喊道 我咬着牙 一字一句说道 你最好别动别出声 不然下一秒这刀就会割破你的大动脉 后果是什么样 相信你很清楚 我已经被你们逼成这样了 大不了鱼死网破 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兔子逼急了还会咬人 我不信他不怕死 好说 好说 我不动 你到底想干嘛 大概是被我眼里迸发出的决裂吓到了 抑或是真的怕死 江青十分配合 我问一句 你答一句 说错一句我就杀了你 好 好 你问 张觉到底是谁的女朋友 他目光闪躲了一下 说 我的刀子又扎进去一些 他吓得脸色苍白 好 我说 我说 别杀我 是趁哥的 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在一起的 你一定知道 对不对 他既然是江梦的哥哥 江梦跟张觉的关系那么好 他没道理不知道 我记得是在张觉高中的时候 还有呢 我继续追问 还有啥 你说不说 我十分凶狠地瞪了他一眼 我说 之前 他们有过一个孩子 但是张觉心脏不好 没有生下来 果然 今天晚上 你们是不是没打算让我活 应该是吧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在这待一会吧 说来还要感谢他给我制造了机会 不然在外面那么多人 我就是有三头六臂拼了性命 也讨不到半点好处 什么意思 等会你就知道了 不久 门外就响起了警笛声 他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你什么时候报得紧 来之前 当房门就被敲响时 我拉着江青退到了一边 打开门 薛灿的脸出现在门外 几乎是在看清我的瞬间 他就脱下了外套盖在我身上 你没事吧 薛灿气息都还不稳 一脸不确定地问我 我没事 我刚说完 薛灿对着江青就是一顿拳头问候 我扣好衣服后 拉住薛灿 别打了 交给警察吧 江青蹲在地上 估计被打懵了 薛灿扣在我肩膀上的手 微微颤抖着 我来晚了 我摇头 没有 不早不晚 刚刚好 张灵秋 伤敌一千 自损一千的做法 也只有你用得出来 对 他说的没错 我没有人脉 没有钱 更没有聪明的头脑 只能用最笨的方法 薛灿眼中满是疼惜之色 可我现在没有功夫去理这些 江青已经被警官带出去了 我们来到大厅 他们全都抱着头蹲在地上 我数了一下 还好 都在 警官看着我的样子 叹了口气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你尽管说 我指着江梦 艰难开口 他手机里拍了很多照片发到网上了 请你们帮我删除干净 薛灿文言 先一步动作了 我来删 这是我的未婚妻 今天这是我一定会追究到底 薛灿是故意这样说的 他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就是要告诉大家 他会帮我 这也是我来之前为什么会联系他 让他帮我报警 我赌他会帮我 而且只有他在 我才能顺利指控这些魔鬼 我的哥哥全程都低着头 没有说话 但我怎么能放过他 我指着他 他是这件事情的主谋 一切都是他策划的 还有 请你们查一查他吸的烟 一定有问题 文言 张琛总算抬了头 狠狠地弯了我一眼 我果然没猜错 他已经不是正常人了 还有他 试图强奸我 要不是我拼死抵抗 已经被他得逞了 我指着将亲 今天晚上 我一个都没打算放过 我摘下左耳上的耳钉 里面是一个微型录音器 我把东西交给警官 江梦上次就在学校霸凌过我 所以当他约我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些准备 我跟警官解释 其实这录音器 在将亲带我进房间的时候 就被我偷偷关掉了 至于在房间发生的事 我不说 将亲一定不会说 毕竟张琛跟张绝的事 本就不怎么光彩 我们被带回了警局 警官看过录音后 就清除了整件事情的过程 经鉴定 张琛熄的烟里确实有海洛音 他完了 但是到底有多少人熄了 还得咽血后才知道 爸妈得到消息后 很快就赶来了 爸爸阴沉着脸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瞧你干的好事 我头偏向一边 被打得右脸阵阵发麻 口腔里很快就传来血腥味 我没有哭 反而笑了 他什么都不问 就判了我的罪 一直卧病在床的妈妈得知哥哥出事 也能立马就起来 如果说之前对他们还抱有一丝期望 那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也曾拿真心对他们 可却被践踏得粉碎 你们早就知道张绝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是不是 你们接我回来 只是为了让我跟薛家联姻 是不是 爸妈都沉默了 眼下他们是想瞒也瞒不住了吧 张琛跟张绝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在一起 是早就知道了两人没有血缘关系 遗传性心脏病 他做的检查应该不少 或许是从第一次发病他们就知道了 本来他们一家四口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但是他们太贪心了 公司需要得到薛家的帮助 所以他们就想到了我 也许接我回来 张绝是反对的 但我爸为了公私利益 执意如此 才导致后面的事 也有可能是张绝不甘心 极度 所以在意识到自己没多长时间可以活了 最后为了报复我 才这样做 无论如何 我都输了 输得彻底 我会继续指正张琛的 他做的这些事 够他蹲好几年了 灵秋 他是你哥哥 一旦坐牢 一辈子都毁了 我妈哭着说道 她不是从来都不屑跟我说话的吗 那她做这些事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我是她妹妹 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他们哑口无言 算了 多说无意 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我当成家人 又怎么会为我着想 我看了一眼等在不远处的薛灿 朝着他跑了过去 我们走吧 他眉头一皱 看着我脸上的巴掌印 想说什么 最后还是只问了句 说清楚了吗 说清了也没说清 无所谓了 车上 薛灿问我去哪 去哪 我能去哪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你能送我回去拿点东西吗 当然 车厢里安静下来 薛灿 谢谢你 真的 你是我遇到的最好最好的人 如果没有你 我大概会特别特别惨 我说着 眼泪就下来了 这个世界对我还没有那么坏 我忽然特别想奶奶了 大概是薛灿在 张家的保安没有拦着我 拿了东西 我连头都没回 直接上了车 以后绝对不会再踏进这里半步 薛灿执意要送我回乡下 有的时候我都怀疑 他是不是喜欢我 才对我这么好 但是我现在都没有张家这层身份了 联姻仪式更别谈了 到了后半夜 我实在没顶住 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 天已经亮了 薛灿把车子停在路边 人不知道跑哪去了 我从车上下来 找了一圈 发现他在不远处接电话 他以为我没醒 声音有点大 好了 我知道了 我会照顾好他的 你就等着我把儿媳妇带来你面前吧 我站在他身后 尴尬得恨不得用脚趾头抠地 他收起手机 看到我在身后吓了一跳 你醒了 我往回走 只感觉骚得慌 薛灿追了上来 你都听到了 脸微微有些发烫 听到一点 他语气反而轻松了不少 我妈很喜欢你 你给你妈娶媳妇吗 我说完就往前跑了 张灵秋 我还没说完 老子也喜欢你 我假装没听见她的话 只是嘴角忍不住上扬 耳边的风轻轻吹过 感觉空气都清新了不少 可我不知道 老天爷是不是就没想让我好过 当我回到曾经的家 才知道奶奶在三个月前就死了 大伯他们告诉我 奶奶是自己吃了农药 送去医院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是不是你们跟他说了什么 我看着昔日的大伯跟叔叔 奶奶好端端的 怎么会突然就吃了农药 大伯眼睛不停地在薛灿身上描 说话多少有些顾忌 秋丫头啊 你这是什么话 你奶奶自己想不开 怎么能怪我们呢 你现在在城里有个有钱的爹了 回来也不知道买点东西 孝敬孝敬我们 亏得这几年 还是我们在照顾你 我强忍着眼泪 是啊 多亏你们的照顾 把我爸妈的补偿金瓜分得一干二净 对奶奶不闻不问 连我的学费还是奶奶掏的 你们可真好意思 这些话 要放在以前 我绝对不敢对着他们说 可现在什么都无所谓了 连唯一疼爱我的奶奶都不在了 问他们是问不出什么 我找到邻居二婶 从她口中才知道 原来得知我被我爸接走后 大伯跟叔叔他们对着奶奶发了一痛脾气 怪他没有让我爸给钱 就把我接走了 奶奶一气之下 就吃了农药 我只感觉到无尽的凄凉 奶奶是觉得 看不到希望了吧 大伯跟叔叔这德行 能指望他们养老送终吗 他以为我回到爸妈身边 就能过上好日子 自己也了无牵挂了 干脆一走了之 我带着薛灿回到曾经住过的地方 明明才三个月没回来 却到处都落满了灰尘 你知道吗 我奶奶不会玩手机 我教过她很多次 她学不会 也看不清 我蹲在地上 无声地落泪 怪我 那么久都没回来 尽想着张家那些烂事 好不容易处理完 奶奶却不在了 我到家前就跟薛灿打过交代了 让她全程别说话 如果让大伯叔叔知道她的身份 知道她好说话 一定又会图谋不轨 她现在就蹲在我旁边 帮我擦着眼泪 你是我见过命最苦的人了 怎么办 我特别特别想让你开心 想让你以后都不要再受伤害了 闻眼 我眼泪掉得更凶 嗨 本来还想安慰你的 好了好了 奶奶应该不会想看到你哭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收拾好情绪之后 我把奶奶的遗物整理了一下 她的东西很少 大伯他们只是草草办完了后事 连奶奶的东西都没烧给她 柜子里还遗落了几张医院的检查单 是养父的 从我有记忆开始 她每年都会去医院查心脏 突然 我意识到什么 全身都忍不住颤抖 不可能的 不可能 薛印发现我的异样 立马握住我的手 轻声问道 怎么了 我崩溃大哭 她一脸不知所措 薛灿 你知道吗 我养父家一直都有遗传性心脏病 可我突然想到 从小到大 他们都没有带我去医院检查过身体 小时候 他们也从来没有阻止过我参加剧烈的运动 你说 会不会 会不会他们也早就知道 我不是他们的孩子 再想深一点 有没有可能 是他们亲手把张绝换到有钱人家去的 根本不是医院弄错了 一个心脏病患者生在有钱人家里 是不是机会更大 一些远去的记忆也开始慢慢浮现 比如 他们很注重教我礼仪 别人家孩子释放天性的时候 他们教导我要端庄稳重 努力学习 养母对我一直不像普通的母女关系 现在想来 倒更像是补偿和亏欠 薛灿或许也想到了这层 他红着眼睛 不停地安慰我 我一度哭到静攒 人人都求一个真相 可真相摆在面前 你能接受它吗 薛灿帮我烧完了奶奶的东西 我只是坐在旁边看着 心如死灰 灵秋 他喊我 我听见了 可是我不想回答 灵秋 算了吧 别再去想了 不要让这些东西锁住你 你有最好的年纪 有学历 你还有我 把这些不好的事 不好的人 都忘了吧 好不好 忘得了吗 薛灿 我是不是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透过泪眼看他 薛灿好看的脸上满是痛色 他抬起手 用冰凉的指腹使去我脸上的泪水 低沉着嗓音说 谁说的 灵秋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为了最后能遇见我 薛灿 我真的能相信你吗 时间可以证明 我回学校了 现在只能住宿舍 我没有接受薛灿金钱上的帮助 他也表示理解 又回到了之前的生活轨迹 边兼职边上学 自力更生多好 连空气都是自由的 薛灿说得没错 我有最好的年纪 不错的学历 干嘛要被这些无关紧要的人束缚住 我应该经营好自己的人生 努力过好每一天 之后 薛灿只要没课 都是在陪着我 刚开始 他怕我走不出来 白天盯着我 晚上打电话打到深夜 渐渐地 我越来越开朗 他才终于放心下来 我做兼职的时候 他就在旁边陪着我 有的时候帮我分担一下 每次过节 他都想带我回去 但都被我拒绝了 要不就是我直接在宿舍跟室友过 要不就是他出来陪我 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 这天 薛灿似乎特别开心 还带了一盒看着很贵的巧克力给我 我塞了一个进嘴巴 问他 今天好像不过节吧 一个好消息 听不听 没有坏消息吧 薛灿摇头 赚到了 那当然要听 张琛被判了 几年 林林总总的罪加在一起 十七年 其实之前我也没想到 张琛不但吸毒 家里还存有大量的毒品 后来他在戒毒所又失手打死了人 这样算 陷害我的那条罪成了罪轻的 其他人呢 江梦因为照片没发出去 已经出来了 但是江钦被判了三年 江梦会来报复我吗 他敢 我只是随口一说 薛灿却认真了 我已经开始接受公司上的事了 相信我 不用太久 他就会自顾不暇了 这么快 薛灿突然捧着我的脸 目光带着几分侵略性 我要赶紧强大起来 才能保护好你 我被他看得很不自在 脸上一阵发烫 谁要你保护 林秋你害羞了 我可什么都没做 后来 我听薛灿说 我那个医学上的母亲 最终没有打败病魔 在张琛判决输下来不久后 就走了 我毕业后 拒绝了薛灿的邀请 去了一家相对比较小的公司 慢慢打怪升级 薛灿其实骗了我 他家的企业在本市 就是商业巨头 之后 我见过一次我那个父亲 他老了不少 头发白得差不多了 我没有上前 我和他们 只是彼此人生中的一个过客 薛灿最近一直在秘密筹备求婚 还以为我不知道 我只是不想拆穿他 给他留点面子 他妈妈确实很喜欢我 祖传手镯已经在我手上了 房本也给我了 薛灿大概也是遗传了他 都信守承诺 还记得他说要用时间证明 他确实证明了 我们在一起五年 再看不清他的心 就不应该了 对了 薛灿爸爸对于我们在一起的事 没有表示赞同 也没反对 但我想问题应该不大 因为我跟他说 我嫁入薛家 跟张家没有任何关系 我想 这辈子的不幸都集中在二十岁以前了吧 往后 该是匹吉泰来 岁月花开 薛灿番外 我一直都知道张觉是个冒牌货 第一次见他 五六岁的年纪 把我最喜欢的小八哥玩死了 从那以后 我就很讨厌他 小学的时候 我亲眼看见 他把一个小男生 推下了游泳池 原因是 小男生忘记给他买甜甜圈 初中开始 他就跟江梦在学校里霸凌女同学 十分嚣张 最让我欣慰的是 他也不喜欢我 真好 因为他喜欢张琛 只是我妈不知道 还一直把他当成未来的儿媳妇对待 有次送了一个上好的玉琢给他 可把我隔应的 那该是送给我未来媳妇的 好在不久后 我妈就知道张觉是假千金了 我妈让张伯父去把真千金找回来 毕竟按照当初的约定 和我订娃娃亲的人该是真千金 哎!我妈这人就是这样!认死礼! 我刚听说张伯父接回了真千金 下一秒就听说张觉跳楼死了 这叫什么事?张觉就是个疯子! 他这样做 让刚回来的真千金该如何自处? 张琳秋来学校的第一天 我就忍不住去看他 想看看我未来的媳妇长啥样 嗨!没想到他这么弱 刚来就被人霸凌了 那人还是姜梦 这是我不能不管 不说张琳秋是我未来的媳妇 赶在我舅舅学校霸凌同学 我第一个不答应 姜梦在张琳秋面前说我是张觉的男朋友 我让她滚 这是八成是张觉造的谣 毕竟薛灿女朋友的身份能得到不少便利 欺负起同学来嘎嘎威风 张琳秋一直抱着头趴在地上 一身声不吭 我还以为她晕了过去 想扶她起来 她居然嫌弃小爷 她问我是不是也要找她报仇 我找你谈恋爱不行吗? 虽然我妈认死理 但其实我没太大感觉 什么娃娃亲 那种事情能作数吗? 不就是大人一时兴起定下的 但看她那么可怜 还是决定男子气概一下 安慰了她一番 之后她哭得那叫一个昏天暗地 头疼 刚好前几天手臂撞伤了 身上带着药 就随手送给了她 第二天 她一见到我就笑 我当然知道自己的魅力了 学校有多少女生喜欢我呀 但那些雍之俗坟我一个都看不上 再次见张琳秋 好家伙 给我整不会了 这穿着漂亮礼服的女孩子 还是上次见到的人吗? 真好看 好乖 好有礼貌 当我妈安慰她时 我看见她偷偷抹眼泪了 心里怎么有点难受 当我妈说起娃娃亲时 她下意识就看向我 有被聊到 但她脸色忽然变得难看起来 难道没看上小爷 回去后 想给她发消息 但还是忍住了 这才见几次啊 那天 她说请我吃饭 我看出她想问些什么 但是最后一顿饭下来 她就问了一下张家的事 她问我是不是也喜欢张绝 好气 就算世界上的女人都死光了 我也不会喜欢她的 我以为是张琛对她不好 但她说不是 后来在学校 我又遇到她好几次 她都没有再对我笑了 而且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难道是我那天表现得不好 下次要改进 之后 我的目光 总是有意无意地搜寻着她的身影 晚上睡觉前 也老是想起她的脸 有毒 但很快 她就主动联系我了 她跟我说 让我帮她报警 我一听 惊得立马从凳子上跳了起来 她发了一个地址给我 让我半个小时后带着警察过来 我一看地址 这不是张琛的私人别墅吗 我问她为什么要半个小时 但她没有再回复我了 天知道我多想 立刻马上就带着警察过去 都要报警了 还能是小事吗 她到底要做什么 我犹豫再三 疯狂调节自己内心焦躁的情况下 等了十分钟 我们进去的时候 他们都在抽烟 男男女女都有 一看就不对劲 我一眼就看到了地上的礼服 还沾着酒字 猛然就想起之前在学校 她被霸凌的场面 我问张琛她人在哪里 张琛反应很快 想跑 被逮了回来 等都被铐上了 他们才老实交代 说灵秋被带进房间去了 去房间能干嘛 畜生 张绝都不是什么好人 张琛能有多好 我怎么早没想到 她是不是一直都被欺负着 灵秋 我是不是来晚了 我敲开那间紧闭的房门时 看到她手上的小刀还抵在江青的脖子上 看到是我 她松了手 她被人脱掉了衣服 这群王八蛋 我用衣服包好她后 只想捶抱江青的头 但灵秋拉住了我 听着她指控 我内心既害怕又庆幸 当她说江梦拍了照片时 我不能忍了 当场承认了她的身份 感动我削灿的人 也不看看自己够不够格 我会找律师让他们多蹲几年的 看着江梦手机上拍的照片 我的心忍不住颤抖 她什么都没做 为什么要承受这些 老子承认 心疼她了 特别特别心疼 她说她很笨 其实也不算 至少还知道准备一番 张称吸毒 我是知道的 这次要把她往死里搞 在警局里 她爸妈来了 出于礼貌 我回避了 但我没想到 他们居然打了她 这种垃圾家人要来做什么 好想快点让她嫁给我 好好疼她 陪她回家拿东西 回乡下 现在就想陪她 一直陪着她 她奶奶居然死了 哎 她身边就没一个正常人 除了我 整理遗物的时候 她崩溃大哭 跟我说着她的猜测 这是不能细想 一想真的觉得汗毛倒数 心脏疼 陪着她一起哭 帮她处理好奶奶的遗物 她好像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这可坏了 老子使用三寸不烂之蛇 愣是把她救回来一点 她问能不能相信我 好气 我长得这么没有可信度吗 老子是好人 绝世大好人 一定不会是渣男的 渣男死全家 日日盯 夜夜陪 可算带她走了出来 我们开始谈恋爱 她好甜 老子就没这么开心过 我也没闲着 让人给张琛带了几句话 嗨 没想到 她居然没忍住 把人给打死了 好了 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 开庭那天 我律师去了 唯一遗憾的是 江梦只盼了半年 因为一直在拘留所待着 所以直接抵了刑期 林秋听到他们的结果后 不喜不悲 很是平静 放下了就好 老子的功劳 毕业后 他死活不肯来我公司上班 想给他开特权都办不到 好在他实力稳 干了大半年 升职了 妈妈开始催我们结婚了 我准备向他求婚 鸽子蛋钻戒 我的女人必须有 结婚好累 但好在 晚上很快乐 终于可以过上两人世界了 日日做梦 等的就是这天 张伯父这几年无心经营 公司每况愈下 他来找我帮忙 我没答应 凭什么 不沾亲不代顾的 结婚三年后 林秋给我生了个儿子 幸福层次又上涨了 这个世界上也多了一个可以保护他的人 三十岁生日时 许了个愿望 希望林秋永远快乐 永远被疼爱 转油